小朋友,和多多一起画一朵漂亮的向日葵吧 我们先画个椭圆形 在它周围加一圈圆圆的花瓣 然后用弧线画出向日葵的叶片部分 接下来,加上拈人画的小表情 最后,为花瓣加上小细节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色吧 我们先用黄色的笔为向日葵的花瓣上色 均匀地涂满每一个角落 然后,用棕色为向日葵的脸部上色 将脸颊的部分留白 接下来,用粉色为嘴巴和脸颊上色 最后,用绿色为下方的叶片上色 哇哦,一朵迎着太阳绽放的向日葵画好了 小朋友,你学会了吗? 后面有详细的步骤图 你可以跟着多多再练习一遍哦 下一期视频中 多多会和你一起画一朵美丽的康乃鲜 小朋友,我们不见不散哦 再练习一遍